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蘭 今天要介紹的牌組呢是 數十幾星系列之中超快的快戲啊 遙想當年這個 星星點燈煽爛妖艷細血鬼一點起來的時候 大家都是一片的哀嚎 那這卡片呢就是當你自己的回合中 把這個卡片從排隊抽到手上的時候 他就會讓你在沒有復仇狀態直接變成復仇狀態 他會讓你手上所有復仇狀態的卡片可以去發動 當然這樣卡片會消失 你的這個阻斷者的生命也會剩下10喔 但是你可以去發動很多很厲害的東西 包含但不限於像是這個惡鬼的打頭2 然後 劉里烏絲本身的這個免費進化 然後 艾瑟拉安魔女將的這個吉池效果等等東西 其實都 非常非常有效 以及像是狂暴司令蘿拉 他可以讓手上所有的 吸血鬼 從者卡片都獲得吉池 那這部牌其實就是 一副非常非常快攻的牌 當時很多的牌組 偏快體系都會放上哥布林來去補足 他們前期 不足的節奏 那我們這部牌前期就是盡量的撲場撲場撲場 如果手牌真的沒有了盡可能去使用惡夢之死 以及是吸血鬼探索者尤納去做抽牌 那這部牌就 差不多長這樣吧 我們就實戰來 打一下 看看這部牌是怎麼樣子發揮的 能不能胡一把 換掉換掉 抽牌張戶其實很少 所以 如果棋手這邊 打不 傷害打 打不太進去就 危險危險 廢沒東西 這樣看的話 其實還不太知道他到底是 什麼樣子的巫師 還很難說 氣息的話那應該是凱流的 我們上一支影片介紹的 那一種 機率比較高啦 不管反正不管是哪一種我們就是 跟時間賽跑 這邊要被 少了嗎 果然被少了 但其實還好啊 他這個少完我們場攻變多了 這可能要打惡夢知識吧 抽牌又進一張 還行 頭一直敲 不管了不管了 他如果還有一再加上一張這個 那會比較麻煩 感真的有嗎 沒有 還好 那整節 最多兩隻嗎 加一個 對數射擊 接兩隻 跟我們想的差不多 要壓進化解 沒有 壓進化解的好處就是 他是五費 那我們這個加 演藝惡魔吧 點在蘿拉身上 蘿拉等一下會是一個8點的傷害 那我們就只差一攻而已 所以就算他把這個場權清 應該也死了 你們還有優里無私的 很容易的一點以上的傷害 看來是斬囉各位 好雙雙雄激鬥 進復仇 蘿拉 壓進化拿 擠走 加上爪子這邊六噸就斬囉 超級快 可以 小便 呀 有 這樣子 加油 至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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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打到 精靈 完全換吧 我好像還行哦 至少一費兩費節奏是一定要數 慢的 平之光耀他是個快 快要 想一下反正這東西一定要解想一下開這個還是開這個 可能開惡鬼好一點吧 交換能力強一點點 然後下一特能打的傷害也比較多 他打反撲 也許也是比他打出反撲也不一定了 但老頭等一下就比較麻煩 這我也不知道到底算真的好還是不好 很難講 就是當面對到這個妖精的時候 在這裡蹦出來是好呢還是不好呢 很難說啊 很難說啊 紅牙 妖精 妖精 他沒有他沒有老頭 那可能還行 你想想怎麼打贏 還是傻吃 你想怎麼打贏 抬身子 還得過 了啊 那 打八輪吧 再拿一隻再拿一隻 他剛剛沒有老頭不代表他下一層沒有我們下一層這邊打再多傷害下一層 終究是打不進去了 這邊可能要稍微小防守一下 因為我們註定下一層是 斬不了的 比較麻煩 他不解這個的話我們下下層6層應該是能能殺 這樣打比較比較好一點點 我好多這個 感覺是感覺是沒啥問題啦這樣子打的話 再加盾好了 老實講我還是覺得 下盾穩妥一點 下一層可以打 其實蠻多傷的 我們手上有8點傷害 這邊打神鐵 喔這個遙想妖精龍會幾血 8 他選擇破這張喔 破這張我們傷害夠嗎 呃算一下 這進化有 8點 8點加4點就夠了嗎 那我們展 那就 給艾瑟拉 然後 這個去過 4加8 然後4加8 按摩 按摩起來各位 好勒那這邊的話就是這一副快C的排水球影片啦 速度是真低蠻快的 好胡起來的話傷害來的真的高 那像剛剛那場也是 有稍微控點血量啦也是比較安全一點點 OK那這邊的話就 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喜歡影片的話就幫我點個贊以及訂閱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拜拜 拜拜